嗨各位 这里是阿飞日常 今天的主题是 灵人的占卜 你有哪一种灵性能力 前面已经当大家抽好了三张牌 选一个看看 因为最近灵人的挑战非常的红 然后引起了大家很多的争议 那其实每个人都想要觉得自己是很特别的 然后总是 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跟潜意识啊 然后潜在的能力啊 去做挂钩 那可以就可能有一种 你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那种特别感 那我们今天就来探究 各位有没有这种 就是别人没有而只有我自己有 这种灵性能力 那前面有三张牌 那一样是 三选一 选一张你特别就是有感觉的 或你特别 觉得喜欢的牌卡 然后 对如果你对一张以上 就觉得很有feel的话 那你也可以两组都听 没有关系 就是时间是大家自己的 就是大家自己掌握好就好 那一样会把时间节点放在资讯栏这边 想要节省时间的朋友可以直接点进去看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是我们的 第一个 这是雷路芬牌卡的幸运槽 首先我们用塔罗牌来看看 就是大家在灵性这方面 有没有什么 特别的 会一样的 它这个直接掉出来了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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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就是 这一组的伙伴 就是你们点进来看 你不一定这么的相信 就是这些占卜啊 或什么 你只是觉得 好像有点 对这个议题有点有趣 然后 想要进来看看 你在干嘛 然后 然后想要知道自己 有没有什么 占卜 会帮你发现的事情 好 我跟你说 其实没有 你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你就是比较偏向 我们所说的 麻瓜 然后没有什么感觉的那一种 然后你也不太相信 然后通常你都是把这些 就是什么鬼故事啊 或者是就是什么 当成一种 非科学现象 就是当成一种 那是别人的故事 这样 然后你 根本不太可能有什么亲身经历 你比较相信的是 现实的事情 就是 我要认真赚钱才会有钱 然后我要认真的去处理好 我的人际关系 我才能够 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把握好 都把握住 那 其实你活的 一直都活的蛮快乐的耶 因为你没有遇过什么 这类的事情 那就蛮恭喜你们的 对 真的蛮恭喜你们的 这样真的是比较好 比较快乐的 轻松的一点 这样 然后你也很努力的 在自己的方向发展着 就是不管是学业啊 或事业啊 就是你其实不太相信什么 嗯 吸引力法则 或者是 秘密那种 就是 心想事成的那种事情 你就是相信 努力才会成功 才会 变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 硬要说的话 你们大概就是有那种 嗯 显化 就是 认真的 把每一天都规划好 然后认真的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最后你 就是会成功的那一种 特殊能力吧 就是比较是属于那种实战派的 嗯 对 那我不知道 就是第一组的朋友 这是你们 所想要听到的内容吗 呵呵 如果有准的话就帮我按个赞哦 然后帮我留言一下告诉我 然后 嗯 然后我是 阿费 然后谢谢第一组的大家听到这边 接着来到第二组的伙伴 第二组的伙伴 你具有哪些潜在的灵性的能力 神秘的力量 其实我是觉得这种神秘的力量 大家都有 只是深浅不一样而已 有时候是一种 第六感 对啊 好的 接下来是第二组伙伴 你的牌 诶 这一组就跟 这一组跟上一组非常不一样 可以说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相信 这种心灵的力量 跟灵性的能力 跟特异功能之类的这种小伙伴 那 因为照着牌来看的话是这样 然后你们平常啊 在过去的时候 就很喜欢想象一些事物 或你有在做 或你有在做冥想的习惯 那 然后你也很相信 就是心理法则跟显化法则 这种 这种 新科学 但你有做过好几次 你想要某个东西 然后想要显化什么东西 然后最后真的达成了 然后就真的跟 中间这张牌一样 就是像魔术师一样 这么这么这么的神奇 然后 然后你也 最近你也开始 可能开始一些新计划 或是你有一些 新的灵感 或想法去产生 然后你 很想依靠这种 显化的能力 去完成它 然后 我觉得第二组 你的特异能力 就是想象力吧 跟冥想的能力 然后 你的显化能力 还蛮强的 然后你最近 也是在付诸实现之中 可是因为 在这个世界上成功 其实是有一些 方法跟法则的 所以你还是必须要 很努力的 去学习一些技能 比如说你想拍个影片 你就要 这个moment的话 你想要加一个 什么特效 你还是得去学 或者是你还是 得花钱请别人做 那是没有捷径的 虽然说 可能因为你有 这种心灵显化的 能力比较强 你很快的就可以 去找到说 哦 这个简洁师 是符合我的style 可是这个过程呢 还是要 付诸 自己的实现 这样子 不然说 一味的都 靠 应该也不能说 一味的都靠 其实 应该是说 因为秘密 一个获系理法则里面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你要每天付诸实现 你虽然有一个mindset了 但是你还是要 每天努力的付诸实现 去执行它 然后去检讨它 这样 然后有一天 可能在你努力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 它就会完全的显化出来了 所以这是给第二组的朋友们 一个很小的建议 那 你们的特异能力就是 你的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那你觉得如果 这组牌说的对的话 帮我按个赞哦 然后也可以订阅我一下 然后这也是阿费 然后我常常会实验一些 不同性质的占卜主题 然后对 就是不一定是爱情 我觉得占卜应该也可以讲很多其他的题目 就一样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就订阅我一下吧 来到我们第三组的小伙伴了 第三组 选到了这个书 好你有哪一种灵性的力量呢 这个是排美洗干净掉出来的 因为上一组才出的辛苦 好 好 嗯 好 嗯 嗯 嗯 中文字幕提供 好 这一组的朋友 你们的特异功能就是 你们体力超好 你们体力很好耶 就是属于精力旺盛的那一种 就是是体力好不是精神很好 精神好和体力很好卡在哪里呢 就是说体力很好就是说 你可能24个小时 你只需要睡6个小时 你就可以维持一整天的精神状况跟体能状况 或者是你可以爬100层楼梯 之后还去夜店跳舞 类似这样子吧 就是体能非常好的一组 然后这是你们的特异功能 你们就是那种可以把24小时当成48小时 甚至72小时在用的那一种人 注意力可以又可以非常集中 不是萎靡在旁边撑折那一种 而是永远都 Oh yeah 我要去 真是太exciting了 就是永远都是处于在那种 很活泼 很过动的一种状态 但是你最近有一点 经历太过旺盛了 然后想做事情都做掉了 你好像有一点不知道该干嘛 的感觉啦 然后 这个是你的灵性的能力 我说不定 你可以 这一组的话就像是猎人里面的小节 就是拥有力量 然后可以很执著的去执行一件事情 但是你最近在比较迷茫 因为你不知道要往哪一个方向去 把你这么多的活力啊 用在哪里 你最近有一点迷茫 然后牵入一种瞎猜的境界 可是我真的比较建议说 先把你比较想做的那件事情 做去选择 然后实行看看 然后如果不行的话 就是再换 也OK 就是如果它是事情的话 它如果它是人的话 你就要省省去评估一下 对 人的话是比较需要有一些技巧的 然后 如果在外在 外在世界的显化的话 就是其实你生活没有什么 生活没有什么 大爱过得蛮好的 但是只是说你有一个目标 然后那个目标是蛮竞争的 就比如说像是球类竞赛啊 或考试啊 或者是就是找工作啊 是需要很竞争的状态之下 去跟别人经过打斗 然后而脱颖而出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不过相信我觉得你们 是会有一定很大的成功的 因为你是体力比较好的那一个 然后不是都说 撑到最后的人就是赢家吗 那因为你们 真的是超级精力旺盛的 然后 又懂得去平衡 所以相信胜出的一定会是你们 所以这就是你的 灵性的能力啦 我觉得挺好的 对虽然不是说很玄乎的那一种 但是这确实就是你的优点哦 好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占卜的话 就帮我按个赞 记得要订阅我 然后这也是阿费 然后我常常会做一些 很废的占卜 如果想要收到的话 就再帮我按个小铃铛 好的 那今天的占卜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啦